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 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做到最好 但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 有人说 一个片面的自己 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 学会与自己和解 就懂得了人生 人这一生 应该学会与自己和解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有的人却与之相反 总是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自己 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如作家来说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 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却都是问题 事实上 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伤害 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 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 知名主持人杨岚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于于 问他 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 于于毫不犹豫地回答 长相 他曾经为此十分自卑 以至于每次出门之 钱都要先搭配几套衣服 镜子照了又照 还经常不满意 杨岚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 疑惑地问他 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有气质呢 于于坦然一笑 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 然后全然接受自己 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 总是为难自己 过分追求完美 逼着自己永不停歇 结果就是身心俱疲 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 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 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下 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 活得更加轻松自在 心简单了 世界就简单了 真正的高尚 不是从不犯错 新学家王阳明说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 一个人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 这样才会重获新生 出唐诗人陈子昂 年轻时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 由于从小浇灌 每天不适和朋友出城打猎 就是去赌方斗鸡赌钱 后来 他无意间经过一处私数 听到老师讲 一个人如果放任自留 行为傲慢 就无法受人尊敬 甚至讨人嫌弃 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 散学后 他请教老师 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 老师说 如果能够改过自信 何必担忧来不及呢 听到这句话 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 从此潜心研究学问 最终成为有名的爱国诗人 易中天教授曾说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 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 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 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 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 没有谁生下来就所向披靡 正如黄河经过九区十八万 却依然滔滔不绝 最终会入大海 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 但终会突破障碍 重新照耀人间 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 磨开粗糙的外表 依然散发光芒 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 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 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德 原谅自己 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 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 挑出自怨自意的阴影 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 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 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 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 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 蔡康永在奇葩说 李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大部分的人在一味爱对方的时候 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好的部分 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向背的理论 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 心灵学家张德芬 曾经当过风光的台式新闻主播 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 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 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 报了金融系 放弃了热爱的文学 终日郁郁寡欢 毕业后 他听从母亲的安排 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最终以失败收场 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 却患得如此下场 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 2002年 他终于恍然大悟 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 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 追求心灵世界 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 生活幸福充实 父母也为此骄傲 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 真正的孝顺 是不让父母担忧 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 爱自己并不是自私 而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 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 真正的爱自己 不一定是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辉煌的梦想 也不是穷奢极耻的尽情享乐 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 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 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 以我的方式 过我的生活 我把这叫做幸福 忠于未知的自己 你说 负面情绪就像黑暗无法驱赶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带尽光来 只有内心平和淡定的人 才能看到沿途的风景 看到洒落在窗台上的点点阳光 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 那些曾经的纠结 过往的苦难 都会转化成前行的强大力量 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 山崇水富翼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寸 愿我们都能与自己和解 与人生拔展言欢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却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朋友 不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 对谁呼唤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却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